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 每日一至這個玉 駕玉的玉 好 雙人旁 然後右邊一個蟹 分成三部分 中間當然是筆劃最多 然後呢 大概是大中小這樣的結構 因為這是比較尖突出來 這裡是 然後這裡稍微斜一斜 然後這裡是平的 當然這裡下降 右邊的紙 那整個往下凸 注意這個結構 形書也都差不多 那這是比較 這是楷書的寫法 那我們加一點點流動的形楷進來 連貫性增加 然後有些斷筆 把它連起來 再過來 再過來 連 好 直接勾上去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這很容易就把楷書變成形書啦 就筆劃幾乎沒有什麼減省 但是就連貫性增加 我們說 很少會寫成這樣 在行書裡面會像張夢甫這樣子 那 首先呢就是 上面這一個 撇橫變成一個撇而已 底下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橫 這一個橫點 打一下變成像寫山 這是常看到的一個 省略方式 左邊的 雙人旁 可以看到他把底下這一書寫得很短 然後這一撇拉長 然後這一撇拉長 這是他的習慣 然後過來一個 這個支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種寫法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那 有時候呢 這個撇 會寫成一個橫畫 也是有的 當然 這就不是趙夢甫的習慣了 那 但是我們用他的 筆法 去 模擬一下 大概有這樣的寫法 好 這橫畫 是這樣子 那 還有呢 稍微 一點點小變化 好 我們再變化給大家看 這個書 會凸上去 好 來看 會稍微橫畫 寫完 戴上去 這也是可以的 然後也是有這樣的書寫 好 這一個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說 上彎旁 有時候呢 會做一點點省略 偶爾啦 不常看到 來 那我們說在 集資生教訓裡面就有 會寫這樣 寫過來 這樣子 那這裡也是先 兩個橫畫一竖 那省略囉 直接這樣帶過來 這邊 就直接省略 這個 已經是常數的範圍了 再留意一下 好 那有時候呢 我們說 寫這樣 其實是不多 然後不常看到 還是寫上雙人旁 那但是 右邊這個 字 這常數 有時候是不喜歡 只要變成一個點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 好 好 那這也是用撇的 這樣上去 這種 吵 吵法 常常看到 那當然我們說 剛剛 結合這兩個 左邊省略成這樣 右邊省略成這樣 也有 好 那當然就是更吵了 來看一下 兩邊都省略了 好 然後呢 這裡 最簡單的寫法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大家留意一下 謝謝